同志皇帝宰纯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八位皇帝 同志皇帝的母亲是耶和纳拉氏 就是慈禧太后 同志皇帝刚继位的时候 他的年号不是同志 而是七祥 但是七祥这个年号却没有正式使用 就改成了同志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咸丰十一年七月 慈禧的丈夫咸丰皇帝在成德避暑山庄病危 料之自己将补久于人世 咸丰就特封宜亲王宰园 正亲王端华 协办大学士宿顺 御前大臣警授 军级大臣兵部尚书牧阴 吏部左侍郎矿元 礼部右侍郎杜涵等八名大臣协助处理国事 又过几个月 刚满三十岁的咸丰皇帝就病死了 八大臣尊崇遗诏 拥历年仅五岁的崽纯为皇帝 拟定新年号为七祥 七祥就是吉祥的意思 讨个彩头是肃顺定的 咸丰皇帝活着的时候 肃顺等人很受信任 权力极大 作为咸丰的老婆 叶赫纳拉氏十分嫉妒和痛恨 崽纯继位后 肃顺等人以辅政名义继续掌握大权 咸丰皇帝的皇后纽咕噜氏和仪贵妃耶和纳拉氏 被尊为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 又因为他俩分别居住在东宫西宫 因此也被称为东太后西太后 此时 西太后慈禧明白 要想同肃顺等人争权 就必须先争得东太后慈安的同意和支持 于是 他便向东太后提出执政的事 而东太后慈安性格温和 胆小怕事 对权力不感兴趣 西太后就向东太后诉说 肃顺等人的种种专后之事 以引起东太后对肃顺等人的不满 东太后被说动了心 就建议和咸丰皇帝的弟弟 公亲王一心商量一下怎么办 一心现在人在北京 咸丰逃到承德的时候 一心被留在北京收拾残局 与外国人交涉 咸丰皇帝死后 肃顺等人传旨 命他扔留在北京 不必来承德办理丧事 这就让本来就不满的一心更加来气 肃顺也因此成为一心的冤家对头 一心得到东西两太后的秘密通知后 就在当年八月初一日 到达承德与两宫皇太后秘密商量政变的事 慈禧太后为了摆脱肃顺八大臣的控制 坚持要回北京 而肃顺等人似乎也忘记了邪天子已令诸侯的古训 同意回京 9月23日 小皇帝宰纯带着父亲咸丰皇帝的棺材 开始启程回京 六天后回到北京 慈禧太后见到一心等人已准备就绪 第二天就颁布余旨 将宰园 端华 肃顺 景寿 穆英 矿园 杜寒 焦又营 八大臣解之拿问 又过了六天 慈禧又颁布上狱 令宰园 端华自尽 肃顺力展 其他五人或革职或流放 就这样 慈禧太后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举击垮了肃顺八大臣的势力 登上了垂帘听政的宝座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新有政变 也称七祥政变 整肃完八大臣三天之后 十月初九日 慈禧的儿子宰纯在太和殿正式继位 这时候在热和颁布的年号 七祥还没有正式使用 有人提议更改年号 慈禧太后就命王公大臣商议 最终啊 慈禧采纳了大学士周祖培的提议 废旨七祥年号 改用同志年号 同志的意思就是两宫太后与众大臣共理朝政的意思 慈禧太后一听十分高兴 就特班于旨采用了同志这个年号 紧接着王公大臣又制定了垂帘章程 经两宫太后批准执行 随后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在纯共到养心殿 接受众臣朝拜 从此正式开始了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同志皇帝就失去了家庭生活的乐趣 成为他母亲手中的傀儡工具 最终母子不和 同志皇帝 抱病而亡 终年才十九岁